来人往,都向往着温柔,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治愈人生,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爸在我妈重病时出轨了我闺蜜,还暗中转移走家中全部财产,不料她却死在我妈葬礼当天,小三级了,我却笑疯,隔天我带着亿万家产直接跑路。 我爸死了,死在我妈葬礼的当天,我看着她破烂的尸体,私下却发出了震儿欲聋的笑声,不笑干嘛,等我的闺蜜小三来抢夺我爸的遗产吗? 医生,我同意放弃治疗,医院病房里,我拉着病床上爸爸的手流着泪对医生说道,真是个可怜的孩子啊, 今早是妈妈的葬礼,爸爸下午就车祸死亡了。 医生听到我的遭遇后怜悯地说道,没事的,医生,今后我会一个人好好过的。 我摇摇头用手把眼泪擦干,那你再对你父亲说几句话吧,之后我们就拔掉他的氧气管了医生吩咐道。 随后,我轻浮下身,凑近我爸爸的耳旁,轻声地说道,善恶中有报,你早就该死了,你个垃圾。 随即我亲手拔掉了他的氧气管,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我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尸体,不自觉地发出冷笑。 我这亲爱的父亲王晨,和我的妈妈结婚二十多年,期间不停出鬼家暴。 而我妈一直为了我不愿离婚,可那承想在我妈妈生中病时,她出轨了我的闺蜜,还想要暗中转移她们的共同财产,和我闺蜜结婚。 可谁又会想到,她居然在我妈葬礼当天出车祸死了。 这可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啊。 只是可怜我的闺蜜苦心勾引,我爸出轨,还要为她备孕生子。 如今孩子好不容易怀上了,我爸爸却死了。 想着他现在的处境,我心里倒是乐开花了。 之后我便给我爸办理了销户,火化等等流程, 而且因为我接连失去二位亲人,只能请各位长辈们吃了一顿饭,便早早结束了葬礼。 等我办好所有流程后,我依法继承了我父母的所有财产,房产以及各种首饰。 全程没有任何纠纷。 就这样,我靠着他们留下的钱成为了一个资产过千万的女人。 直到这天的到来,这天一早,我就接到了一个不速之客的电话。 一看,原来是我那想当我妈妈的闺蜜啊。 喂,王新婉,你爸呢? 他怎么这么久没有来找我了? 他还要不要孩子了呀? 我冷笑着说,我怎么知道啊? 他不是一直和你在一起吗? 你胡说,他自从去了你妈的葬礼后,就没有和我联系了。 是不是你做了什么? 我告诉你,你妈死了,之后我生的儿子才能继承你的家产。 我会让你爸把你赶走的。 他在电话里大声地嚷嚷着。 我嘲笑地说,是吗? 我好怕呀,你来试试啊,就是不知道死人怎么说话了。 死人? 好啊,你长本事了,你阻你爸死,你等着,看我告不告诉你爸。 听到这话后,我立马挂断电话,不想理这种疯子了。 书月,我名义上的闺蜜,从小跟在我的身边,卖乖讨巧。 我之前以为他会是我一辈子的朋友,直到他为了金钱在我妈妈生病的时候勾搭上我的爸爸,和他上了床,甚至有了孩子。 期间又做了无数恶心人的事,让我发现他是如此恶毒。 可我心想,我也应该要感谢他,要不是他,我爸能这么早死吗? 自从他上次打来电话后,之后的每天都会打来,而我也一直不接。 他应该很紧张吧,这么久联系不上我爸,可没有人给钱了呀。 恋了他这么久,看来我确实应该收拾收拾他了。 这天,我直接带着我的律师和一些帮手来到了书月现在的住所,也是我爸名下的房产。 把这些家具砸了吧,我想重新买。 我一进门就吩咐道,听到这话,我的帮手们纷纷动了起来。 王新婉,你干什么?这是你爸爸的房子,也是我的房子。你想死吗? 他冲上前准备打我,被我的律师挡了下来。 书小姐,现在这个房子的圆池用人王先生已经死了。 按理来说,继承人王小姐可以对这个房子为所欲为的。 我的律师在旁边补充道,我不信,你们都是准备要抢我房子的人。 我不信,他依然坚持不懈地打着我爸爸的电话。 我看着疯狂地他笑出了声,你别打电话了。 死人可接不了电话。 我不信。 王新婉,你就是为了报复我才说你爸爸已经死了。 我现在就报警,让警察来看看。 好呀,你报警吧。 我也想眼睁睁看着你的下场呢。 我冷漠地说道。 不久之后,警察来到了现场。 书月看到他们的到来后,像壮了胆一样,立马扯着嗓子,就大喊道,警官。 你要为我做主啊。 他们一群人欺负孕妇了。 随即贪软地跪坐在地上。 而且他还想占用我的财产,逼我们走。 他指着我,不讲道理地说。 警官看着我们和坐在地上的书月,显得十分头疼。 我只能先假装委屈地流了几滴泪。 不是的,警官。 我冤枉啊。 我是刚死了父母。 现在就有人想抢我的钱啊。 我立马示意律师把我的继承证明和我父母的死亡证明放在警官的面前。 警官,你看这些都是我的证明。 而且我爸爸已经死了。 他的遗产我也是合法继承的。 我继续抹着眼泪说,现在他的财产我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这是合法的吧。 王心丸你胡说。 你爸怎么可以死? 他之前还说要把他的全部财产给我们呢。 我只能把我随身携带的我爸的骨灰从包里拿出来。 警官,你看,我今天怕他不信,还把我爸的骨灰带来了。 书月,你要看看吧。 这可是你深爱的男人呢。 王心丸,你是疯了吧? 你个神经病。 听到这话他立马冲上前要打我,警官连忙拦住了他。 那书小姐,你现在有证明这个房子是你的证据吗? 警官无奈地看着他问道。 他爸爸说,只要他妈妈死了,我的孩子生了房子就是我的。 他支支吾吾地回道。 我笑了笑,直接对书月说,你有证据吗? 有遗数吗? 还是字据呢? 我看着他茫然的脸色,大笑起来, 那你怎么证明房子是你的呀? 对了,这些都只能证明你是个明目张胆的小三, 还是个被包养的小三。 不对,警官,你们不要听他胡说。 这个房子只能是我的,看着他胡搅蛮缠的样子。 我只能无奈地说,随便你,如果你不搬走的话,你就等着被起诉吧。 书月看着我嚣张的气势只能掀软了下来。 晚晚,我们骑马是这么久的闺蜜了。 而且我现在也有孩子了,不要这样子好吗? 原来你也知道我们是闺蜜呀。 那你可真要脸,在我妈妈生病的时候和我爸上床, 就这么想当我的妈妈。 王新婉,你不要太过分。 而且我现在怀着你爸的孩子, 你爸的遗产可有我的一份。 是吗? 那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法庭上见吧。 说完这些,我就告别警官带着我的律师走了, 只留下房子里的一片狼藉。 王新婉,你等着,我不会放过你的。 书月在我身后咆哮地说着, 好的,记得三天内搬家哦。 书月,不然我还会来的。 我淡淡地回复他。 自从那天后,书月不情不愿地搬离了住处。 就这样又平平静静地过了一个月。 在此期间,我一直在收集我爸和书月私下同居的照片, 也准备起诉书月,让他滚出我的世界。 没有想到反而是他先一步开始了布局。 一天下午,我接到我好友的电话, 说我上了当地的新闻报道。 让我立马看电视。 我打开电视后,才看到书月在接受记者采访直播, 声泪俱下地控诉我卷走属于他的财产, 让他和他未出生的孩子无家可归。 我和他的爸爸是真心相爱的,没有想到他爸爸前段时间出了车祸, 他就立马带了人想赶我走。 现在我和我的孩子可怎么办呢? 我的孩子都已经四个月了呀。 他一边哭,一边摸着运渡说, 可怜的样子引得记者们十分同情。 记者连忙安慰道, 你慢慢说,不要动了胎气。 那你现在需要我们帮你做些什么呢? 我就希望他能给我们一些钱, 让我和我的孩子能过日子而已。 书越越说越伤心, 眼泪完全止不住。 就算不是为了我, 也要为了和他同一个爸爸的孩子想一想啊。 求求你们了。 说完这句话后, 书越想跪下, 但是立马被记者扶了起来。 好的,书小姐, 之后我们会联系对方的, 你要相信我们记者会给你处理好这件事的。 新闻也就到此结束了。 新闻结束的同时, 我的手机也开始响个不停。 我的朋友和亲戚们纷纷开始打我的电话。 我只接了几个关系好的人的电话, 其他一概没有管。 而经过书越上新闻这一闹, 我变成了别人口中只顾家产, 不顾亲情的坏女人。 但是我看完新闻后, 并不太在意这些。 我只在意我在这个新闻中看到了一个 早就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人。 我爸同父异母的弟弟, 比我爸小十岁, 七年前因为赌博, 被赶出家门的我的叔叔王勇。 说起我这个叔叔王勇, 也是一个牛人。 他和我的爸爸同父异母。 而且因为我爷爷老来得子的缘故, 十分地宠爱他。 但是他本人好吃懒做, 没有任何商业头脑, 之后更是爱上赌博, 为了赌花费上千万, 甚至因为没有钱还要失去生命。 这时我爸爸还请了他的欠款, 高利贷才饶了他一命。 可他也因此被赶出家门, 这七年都没有回来过。 听闻这七年他一直靠着自己的脸和口才八戒, 各种富婆苟且偷生。 所以这时他出现在新闻里当一个陌生的观众, 真的很奇怪。 杨律师, 麻烦你帮我查一个人。 看着我这位突然出现的叔叔, 我打电话吩咐道, 好的王小姐, 我查到了这个人的资料后马上传给你。 二天后, 杨律师就把我舅舅离家这七年的资料 全部给了我, 看着这些东西, 我笑出了声。 看来这书月早就和我这好舅舅窜通好了呀。 难怪这么快就找到了记者。 这两个人可真是狼狈为奸呢。 得到资料的当天, 我就带上了我的相关信息, 找上了报道的记者, 并和他们一起去了书月现在的家。 而听说有记者的到来, 书月家的门口早就围得水泄不通了。 而周围的邻居看见我的到来, 也一五一时地指责我。 你看, 就是这个女人为了遗产, 把一个孕妇赶走家门。 真是没有良心啊, 太恶心了。 这种人渣, 不知道他死了的爸爸看到自己的女儿 这样对待自己的其他孩子, 会不会死不瞑目啊? 我听着他们杂七杂八的话, 不免冷笑出声。 随后, 我轻轻关上门, 只留了我, 书月, 记者们在房内。 王小姐, 你说只有见到书小姐后, 才会告诉我们真相。 现在, 可以说了吧? 记者在我身旁催促道。 而在此时此刻, 我突然想起我妈妈在病床上躺着, 生不如死的时候, 那个被我称为父亲的人 在和我最好的闺蜜 躺在我家床上为所欲为的样子。 我就越想越生气, 控制不住地冲上前, 删了书月一巴掌。 而此刻, 记者也被我突如其来的一巴掌吓到了。 只剩下书月反应过来, 想扑上去打我, 但是却被其他人制止了。 王小姐, 你干嘛这样啊? 干嘛打一个孕妇啊? 记者看着我, 愤怒地问道。 我冷笑道, 我替我母亲打小三, 不行吗? 这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 关注我, 每天更新精彩故事。 你在胡说些什么? 我和你爸爸是自由恋爱, 是跨越了年龄的爱情。 书月无比激动地说, 边说还边摸着被打红的脸颊哭了起来。 是吗?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在我妈妈生病的时候天天待在我家, 还天天和我爸爸上床了呀? 你可真是我的好闺蜜呢。 我看着我看着他冷漠地道, 王新婉, 你胡说八道, 你造谣? 你为了遗产, 连你爸爸的脸都不要了。 他哭得撕心裂肺地说, 王小姐, 你有证据吗? 不然就真的是造谣了呀。 记者冷静地问道, 这是我家的监控设想, 里面有清清楚楚地拍摄了他和我爸爸在我家苟且的样子, 我立马拿出携带的照片, 递给记者。 记者看着我手上的照片, 也十分惊讶, 因为这和书月告诉他们的完全不一样。 而且这个时候, 我妈妈可是在医院里躺着生不如死的时候呢。 说着这些话, 我慢慢走向书月就是我这个好闺蜜, 在我妈妈生病的时候在床上安慰着我爸爸呢。 我是不是该谢谢你呀? 书月看到我拿出的照片, 脸色煞白, 身体也止不住地颤抖。 不是的, 我和她爸爸是自由恋爱的, 你们不要听她的。 不是什么? 你是不承认你当我爸的小三? 还是不承认你为了钱趁我妈生病时勾引我爸呀? 我直接反驳她道, 这些证据记者应该看到了吧? 我问道, 记者随后轻轻点头。 而这时书月不顾肚子里的孩子直接抱走来到我的面前。 是啊, 我是小三怎么了? 不被爱的人才是小三呢? 不像你妈? 一辈子都得不到你爸的爱。 她还阴阳怪气地在我面前说道, 而且你爸还说, 生不出男孩的女人不是女人呢? 所以她才说我生了男孩就把钱全部给我, 你妈就是个不会下蛋的母鸡, 就该得病, 就该死。 听到这话, 我又想伸手打她, 但是被我硬生生忍住了。 记者, 你听到这话还能不打她吗? 这个破坏别人家庭的女人, 我对着记者说道, 记者这时才想起此行的目的, 王小姐, 我知道你很生气, 但是你也不应该让他们母子没有地方住啊。 而且也不该打人。 舒小姐肚子上可还有你爸爸的孩子呢? 听到这话, 我耐着没道, 可我不是圣母啊。 而且你又怎么确认这个孩子是我爸爸的呢? 这个舒小姐之前的情识可是很丰富的呢? 王新月, 我就知道你不会承认孩子的事的, 所以我早早就去做了检查的。 他随后拿出了一堆文件, 记者也开始疯狂地拍摄, 这个是我这个月做的羊水穿刺DNA的鉴定, 和你爸爸的弟弟王勇的DNA亲子关系高达99%。 这你能说孩子不是你爸爸的吗? 他大言不惭的道, 你说谁? 我的叔叔吗? 他不是七年前就离家出走了吗? 你又是怎么找到他的呢? 我挑挑眉, 反问道, 这你不用管, 反正你现在到底想不想认这个孩子? 我当然不认啊。 而且这只能证明他们是叔侄关系, 而不是亲子关系啊。 我想要的可是亲子证明呢。 我无所谓地说道, 你明明知道你的爸爸已经死了, 你要我去哪里找亲子证明啊? 你就是不想给我们可怜的母子家产。 随后他又嚎啕哮大哭起来, 坐在地上耍赖, 我们母子可真惨啊。 儿子生下来就没爸爸, 现在连钱也没有了, 我们要怎么活呀? 记者只能在一旁安慰他道, 没事的, 书小姐, 我看着眼前发生的闹剧, 也从包里拿出了一份报告, 可是我能证明孩子不是我爸爸的呢? 这是我爸爸15年前的体检报告, 证明他因为滥用壮阳药物, 已经不能生育了哦。 我笑着说, 而且我妈妈为了她的面子, 谁也没有说, 连她也不知道呢。 那么请问书小姐, 你怀的孩子又是谁的呢? 而且为什么和我的叔叔会有亲子关系呢? 奇怪, 我咄咄逼人地问道, 听到这话, 书月也不哭了立马起身抢过我的报告, 查看起来我不信, 不可能, 这是假的。 随后立马把报告撕了, 没事, 我还有, 记者你看。 我连忙又拿了一份给记者, 看完报告后, 记者立马将镜头对准了书月, 书小姐, 你对这份报告怎么看呢? 是不是真的呀? 不可能不可能, 这个当然是假的呀。 是他伪造的书月连忙摇头, 一脸不可置信。 书月, 没想到吧? 我爸才是不会生蛋的公鸡, 你的算盘看来要落空了呢。 我哈哈大笑起来, 你, 你, 你。 书月气得暴跳如雷, 此刻已经崩溃到了极致, 撕心裂肺地哭了起来, 你们全部联合起来欺负我们母子, 你们都该死。 而我看着他这个疯疯癫癫的样子, 也只觉得恶心, 就是因为这样的人, 害我的妈妈死在病床上, 她活该。 还有最后一件事, 想告知你, 我之前一直对我妈突然患病感觉疑惑, 现在已经有了基本的证据。 我一步步逼近书月, 缓缓将手放在她的肚子上抚摸, 眼里看着书月听到我这话满脸惊恐的眼神。 所以, 我已经以谋杀我妈妈的名义把书月告上了法庭, 希望到时候记者也能来采访啊。 我放下手转过, 深笑着对记者笑道, 谋杀吗? 这可是个大事啊。 好的, 王小姐, 我一定会到的。 记者像发现大新闻一样更感兴趣了。 对了, 我亲爱的闺蜜书小姐, 下次见客就在法庭上了哦。 我轻飘飘地留下这句话, 就离开了书月的家。 只留下一脸恐惧的书月和很兴奋的记者。 当我处理完事情身心俱疲地回到家, 休息了两久, 才从保险柜里拿出了那些资料。 那些资料里有着我爸和书月残忍谋杀我妈的证据。 一年前, 我从外地回家时, 我妈才去做完身体检查, 显示十分健康。 那么短短一年的时间, 我妈的身体又怎么会衰败成这样呢? 所以, 我在我妈死后, 瞒了我爸去做了遗体解剖, 发现这一年的时间内, 她长期服用了有毒药物, 才导致她早早死去。 而这一年, 她时常对我说着我爸已经回心转意了, 对她多么多么地好。 可哪成想, 就是和她生活了十几年的枕边人谋害了她。 而当我想将禽兽不如的爸送去监狱时, 没想到他早早地死了。 那也没关系, 我会让教唆我爸下药的书月给我妈陪葬的。 我握紧手里这份资料, 狠狠地想, 并且我暗暗思考, 我叔叔王勇的到来, 让这件事又变得扑朔迷离了。 难道他也和我妈死去这件事有关吗? 而当这篇新闻报道出来后, 舆论一下就翻转了。 我从坏女人, 一下子就变成了父亲, 在母亲重病期间出轨闺蜜, 一个人辛辛苦苦逗小三流家产的大女主人设了。 大家也在网上纷纷吐遭书月, 说他恶毒又残忍。 尤其是他那句只有不被爱的人才是小三激起了群众的重怒, 他也被网友谩骂网暴。 而他们更是很关心我在新闻最后说我妈死亡的真相, 并且已经起诉书月的事。 在此期间, 书月一直十分安静, 像还在谋划着什么。 就这样子, 两个月后, 我以谋杀的名义将书月告上法庭。 在法庭上, 书月怀着蕴险的眉睛打彩, 皮肤辣黄, 完全没有了昔日的风采。 同时, 我在法庭上终于看到了我那事事都有关的叔叔网友。 他身着西装, 事不关己地坐在椅子上。 我方现在怀疑对方当事人协同原告的父亲谋害了原告的母亲, 根据民法典的条例, 希望判与被告入狱我方律师开口说道。 那请问原告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我方当事人谋害了原告的母亲呢? 书月的律师道。 我方律师拿出了一份音频文件, 文件中有着书月和我爸爸密谋的声音。 文件中隐约听到一个模糊的声音, 只能让他死, 我们才能永远在一起一个女声响起。 可是,可是, 我们已经这么多年的夫妻了我爸的声音, 模模糊糊。 王臣, 你是不愿意和我在一起了吗? 不想要生儿子了吗? 好的, 宝宝, 我做我做, 你不要生气。 我爸急忙开口道, 随后音频文件里的声音戛然而止。 法官, 这是我们提供的音频, 并且我们做了声音比对, 证明音频里的女生确确实实是被告书月我方律师道。 听声音并不能证明我方有参与本案, 而且原告母亲死于癌症, 并不是要务她的律师在法庭上狡辩道。 所以我方当事人在母亲去世后, 瞒着她父亲去做了遗体解剖, 这是医院开具的证明。 报告上151时的写了原告的母亲是因长期服用药物才引发的癌症, 听到这话后, 书月的脸色更加苍白了。 并且我们找到了被告书月购买相关药物的凭证, 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被告协同原告的父亲一起谋害原告的母亲。 你们胡说, 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 你们就是为了不给我家产编织的谣言书月听到律师的话, 再也坐不住了, 愤怒地开口骂道。 而且我现在怀疑你满胸谋杀你爸爸, 王新婉, 他看着我恶狠狠地道, 不然你爸怎么会从你妈葬礼回我家的路上死亡? 那是你的车, 你一定有GPS定位的, 我无辜地坐在椅子上, 一脸茫然的样子, 可是怎么可能, 他是我爸, 我怎么可能谋害他呢? 就算他有可能杀了我妈, 我也不会谋害他的呀。 你是他死前最后一个和他通话的人, 就是你, 你就是为了给你母亲报仇。 他愤怒无比地说, 我给我母亲报仇, 那你是承认是我爸害了我妈吗? 我无比冷静地反驳道, 不要在这里吵, 这里是法庭, 肃静, 法官开口喝赤道。 就这样, 书月和我才安静了下来。 而且, 我方当事人也有能证明, 被告书月怀的孩子不是我方当事人爸爸的孩子证明。 我方律师继续呈上证据, 之后又是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双方律师辩护。 最后的结局当然是以我大获全胜而告终, 书月也因为涉嫌谋杀被警方带走, 但因他现在怀着运, 被单独关押。 而当我走出法庭后, 再一次看见了我的叔叔王勇, 他一脸菜色地和书月的律师说着些什么。 我心想看来这些事都和我这个叔叔脱不了关系呢。 不然书月哪来的钱请律师? 在这个案子二审之前, 我手下的人总算是查清了我叔叔和书月的关系了。 原来他们两个人早就狼狈为奸了, 在认识我爸爸之前, 他们俩就认识了, 而且一直同居着。 难怪, 就凭书月这个智商, 怎么可能会想到下药害人呢? 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被人叫缩了。 所以书月拿出来的亲子证明, 才能与我叔叔配对啊。 我手里拿着书月与我叔叔的亲密照, 想着我妈妈之前从来没有愧对过我的叔叔, 并且在他最难的那段时间, 还帮过他。 他居然为了钱如此的狠毒, 真是狼心狗肺。 我控制不住地将照片捏碎, 网友, 我的叔叔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此时此刻, 我的脑海中冒出了一个精妙的计划。 不久之后, 我对外放出消息, 书月在狠毒中供出了自己还有同党, 并且交出了他的孩子与我叔叔的亲生关系证明。 随后, 在一次例行探监后, 书月的孩子莫名其妙地就没了, 并且因为大出血, 直接进了医院, 生死不明。 我看着这个信息, 感慨道, 我这个叔叔为了钱, 太着急了。 而且狠起来, 连自己的孩子也不放过呀。 但是很可惜, 他没有算到书月被我花了大价钱, 从生死一线中就回来了。 我这个好闺蜜可不能再细, 没有落幕之前卸场呢。 我笑着对我的律师道, 走吧, 让我们去看看书月的好下场吧。 说完, 我就准备去看望他了。 来到医院后, 发现警察一直守在门外, 推开房门才看到书月, 他因为流血过度脸色惨白地躺在病床上。 我嘲笑道, 这不是我那以爱为上的小三朋友吗? 怎么没有人来看你啊? 书月看到我的到来后, 愤怒地准备拿东西砸我, 但是因为没有力气只能作罢。 你滚, 王新婉, 你滚, 都是因为你, 我才会是这样的结果。 你去死, 他疯狂地咒骂我。 我冷笑着道, 可应该不是我教唆你去害我妈的吧。 而且, 难道你不想知道是谁害你的孩子的吗? 书月听到这话后, 冷静了片刻, 你会这么好心地告诉我吗? 你个恶毒的女人。 我直接就把我叔叔串通律师, 买药下毒让书月流产的证据给了他。 看看吧, 你最爱的男人是怎么对你的? 书月看了证据后, 直接崩溃, 不可能, 你又伪造证据了吧? 你就是想报复我。 王新婉, 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你再看看这些吧, 我又给他了我叔叔王永在和他交往期间和各种女人在一起的照片。 你不会以为他喜欢你吧? 他可是那种为了钱连你肚子里孩子都杀的人呢。 我冷冷地道, 不可能, 不可能的, 他不会这样对我的。 他摇摇头, 自言自语道, 我坐到他的病床边, 怎么不可能? 只要你的孩子出生, 大家就会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的呀。 那他做的那些事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我不信, 王新婉, 他说过他只爱我的, 只要我得了你爸爸的遗产, 他就会和我在一起的。 叔月依然坚定道, 那看看你还有命能等到那天吗? 他这次没有把你杀了, 下次可不一定了哦。 我摇摇手, 带着嘲笑慢悠悠地离开了病房, 希望下次再见你还活着吧。 离开医院后, 我直接让我的手下 把我来看望书月的信息传了出来。 以我那叔叔小心眼的程度, 他一定会怀疑书月 已经把全部都告诉我了, 那他一定不会留着书月了。 果不其然, 没多久, 书月就在医院里 又一次被下毒了。 可惜这次, 我早早就做了准备, 所以书月再一次逃过一劫。 而经过这次, 书月再也不相信王勇了, 直接告诉了警察他以及王勇 一起诱惑我爸给我妈下毒的事实。 警察去抓王勇那天, 我作为被害人家属一起去了。 臭婊子, 我早就该杀了你的, 你死了你家的钱, 就全是我的了。 王勇看到我后直接撕开了 他一直文质彬彬的脸, 想冲上去删我, 但是被警察阻止了。 那你就可以杀害我妈妈吗? 他凭什么要为了你们的欲望而死啊? 我怒不可遏地反驳道, 他活该啊, 他一辈子想了那么多福, 死就死了呗。 听到这话, 我直接抬起手, 狠狠地扇了他一巴掌, 你才是该死的人。 你爸你妈占了我家的财产, 你们就该死。 可惜, 我没有把你杀了。 王欣婉, 这可是我这个做叔叔的人的失职了呀。 说完这句话后, 他疯疯癫癫地就被警察拖走了。 警方没多久, 便公布了调查结果。 一切都是由我的叔叔王勇策划, 他为了家产想报复我的父母。 他一开始就勾引了叔月, 之后就让叔月去诱惑我爸, 当我爸上钩后, 又让我爸给我妈下毒, 让我妈死亡。 之后更是想买凶把我杀了, 让他和叔月的孩子继承遗产。 可是那诚想, 我爸在我妈葬礼当天就车祸死了, 他的一盘局也落空了。 后来他因故意谋杀罪病罚, 下半辈子都要在牢里度过了, 而叔月也因为孩子没了这件事, 变得疯疯癫癫, 终生都只能在精神病院里生活了。 没事, 我已经带叔月去了最好的精神病院了。 我一定会给他一个最好的生活环境的。 谁叫我们是好闺蜜呢? 可是没多久, 叔月就因为受不了我的招待, 精神压力太大而跳楼自杀了。 并且因为他的坏名声, 也没有人给他收尸, 只草草地把他的尸体埋在了某个乱坟岗里。 想着这些事, 我抬头望着天空, 心想妈你在天有灵, 女儿终于帮你报仇了。 之后, 我经常在我妈的墓前, 絮絮叨叨地告诉她我之后的生活。 我因为家产过得更好了, 而且也捐助了很多的女生, 让她们从痛苦的家庭生活中解放出来, 并且还告诉了我妈一个小秘密。 其实, 当我妈忽然患上癌症后, 我就觉得不对劲了。 我就认为, 我妈的病和我爸王晨 脱不了干系。 没有想到, 我爸动手这么快, 一年就让我妈病死了。 之后, 当我得到我爸和书越谋杀我妈的音频证据后, 我就不准备放过我爸了。 在我妈葬礼当天, 我故意将我爸的车子弄坏, 让她只能开我的车去书越家。 而车上的GPS定位只有我知道, 我故意让撞人的大货车停在她去书越家的必经之道。 当她到大货车附近后, 我故意拔通了她的电话, 播放了她和书越密谋杀害我妈的音频。 然后, 电话里立马响起了大货车和她的车厢状的刹车声和碰撞声。 爸爸, 去死吧, 去给我妈陪葬吧。 这是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个故事, 老公请的保姆工资八九千, 却什么活都让我干, 还想把我赶出这个家。 今天是我和老公离婚新婚后的第一天, 由于婚房还在装修, 所以我就搬到了黎徽家里暂住。 对此, 公公没什么意见, 小姑子黎颖更是非常欢迎我。 倒是她家的保姆田翠娥似乎不太愿意。 多一个人, 我又得多干一份活。 我刚把行李放好, 就听见田翠娥在低声嘀咕着什么。 刚想凑过去和她打声招呼, 田翠娥却突然转身, 将手中的拖把往前移送, 湿漉漉地拖把精准地缠起了我的左脚。 我失去平衡, 险些摔倒, 还好离灰眼几手快拉了我一把。 天一, 这是我和你见的第一面, 我没得罪过你吧, 为什么要针对我? 田翠娥白了我一眼, 我在好好干活呢, 是你突然过来妨碍到我了。 好好个小年轻, 怎么还恶人先告状呢? 田姨, 我这脚可还没动呢, 您这拖把就过来了, 怎么就成了我恶人先告状? 好了好了, 大家各退一步, 咱们还要在这柱上一段时间呢。 田姨, 小爽她脾气暴说话直, 你别介意。 小爽你也是, 田姨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时间长了你就知道她的好了。 见我们之间的气氛越来越紧张, 离灰紧忙站出来打圆场。 行, 离灰, 我给你这个面子, 但是有下次的话, 我可就不会这么好说话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 想着这毕竟是第一天住进来, 这么吵起来也不好, 只能强压下内心的愤怒, 回房换了双袜子。 田翠鹅没吭声, 只是恨恨瞪了我一眼, 又低头继续干活。 晚饭是离灰亲手下厨, 为了庆祝我们新婚, 她特意做了一大桌子菜。 饭桌上, 离灰不停地给我夹菜, 离影也一个劲儿和我搭话。 只有田翠鹅, 虽然她没说什么, 却拉着一张脸, 一双眼睛不住地往我身上贴。 小灰啊, 如今你这都结婚了, 让你媳妇做饭就是了, 你们男人就应该让女人伺候着, 你做饭像什么话? 这是点我呢? 什么年代了, 还搞女人就应该伺候男人这套。 田姨, 看不出来啊, 你这都两百多岁了, 可真能活。 自从我们开始交往, 一直都是离灰下厨的, 我知道你年纪大了, 当保姆当惯了, 那也不能把你们清朝人的 这套理论搬到 我们年轻人身上不是吗? 我说话直, 您别介意啊。 一番话下来, 田翠娥的脸直接僵住了, 而李颖则悄悄对我竖了个大拇指。 真是辛苦李颖了, 天天和这种人住在一块。 饭桌上的气氛僵了一瞬, 公共全程保持着沉默, 只是一个劲儿地往黎营碗中夹菜。 黎辉被夹在我和田翠娥中间, 只能尴尬地挤出笑容。 上了年纪的人到底是脸皮厚, 田翠娥很快恢复过来, 她若无其事地继续吃饭, 开口问起我们新房装修的进度。 聊着聊着, 突然就聊到了彩礼。 哎哟, 现在的年轻女孩呀, 个个都拜金, 没彩礼都不愿意结婚了, 哪像我们那时候, 给点吃的就能娶着个媳妇。 小辉呀, 我早就说让你把她肚子搞大, 这样就不用彩礼钱了。 你不听, 现在好了, 花这么多钱, 取回来个什么玩意。 田翠娥放下饭碗, 用那满是油光的嘴翠了一口。 我的火立刻就上来了, 一把放下筷子, 起身指着田翠鹅道, 你什么意思? 田姨, 你怎么能这么想? 小爽的父母 把养了这么多年的女儿嫁给我, 我给彩礼是应该的。 你能别拿你们老家那套 封建理论说话吗? 你只是我们家的保姆, 就算你救过我爸的命, 你也不能对着我家的事 指手画脚吧。 让我没想到的是, 黎徽似乎比我还要生气, 她指着田翠鹅, 一通输出下来, 嗓子都哑了。 行了, 都少说两句, 田姐, 以后你要是再说这种话, 那我就辞退你。 公公咳了几声, 脸色也不是太好看。 黎颖白了田翠鹅一眼, 跑到我身边来, 挽住我的手臂, 嫂子别气, 这老阿姨就不是个好东西, 要不是她对我爸有恩, 我早就赶她出去了, 待会儿你去我房间, 咱们一起玩游戏。 心中的怒火, 随着几人的举动逐渐散去, 该骂的黎徽都替我骂完了, 我也不想再和这种人多费口舌, 干脆顺着黎颖的意思去了她的房间。 从始至终, 田翠鹅都没再开过口。 真没想到, 田翠鹅居然能说出这种话来, 明明她自己也有女儿。 黎颖拉着我在床边坐下, 一边翻她的游戏机, 一边对我抱怨起田翠鹅。 从她口中, 我了解到了田翠鹅平时的行为 到底有多恶劣。 她是个典型的重男轻女的人, 因为和公共是老乡, 所以就雇佣了她做保姆。 早些年时, 她虽然嫌弃黎颖是女孩, 但态度也还算好, 但自从几年前她救了公共一命后, 就仗着自己救命恩人的身份 对家里的事指手画脚。 更是对着黎颖恶语相向, 言语间处处透露着瞧不起她的意思。 要不是我, 你爸早就没气中毒死了。 黎颖每次想要发火, 都被田翠鹅用这句话 硬生生压了下来。 直到公共发话, 田翠鹅才稍微收敛。 可一看我来, 她又开始各种作妖。 田翠鹅和我哥关系最好,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哥是她生的呢? 讲到这, 黎颖连忙拉住我的手撒娇道, 嫂子, 我哥要是帮着她说话, 你可千万不能信, 她眼里的田翠鹅 可是好得不得了, 每次我被那老太婆阴阳怪气, 她都不帮我。 现在咱们俩可得统一战线。 安抚好黎颖后, 我回了房间。 黎颖已经歇下, 见我进门, 她立刻堆出讨好的笑, 将我拉到了怀中。 小爽, 田一她, 你妹妹都和我说了, 你也不用帮她说话, 她对我态度如何, 只要不是瞎子都能看出来。 再有下次, 那我就花你的钱搬出去住。 话被我打断, 黎晖没有丝毫不悦, 只是堆着笑, 不住地点头答应。 虽然搬来的第一天就遇到了这样糟心的事, 但好在黎晖还算拎得清, 这也让我的内心稍微舒坦了些。 第二天起床时, 田翠鹅已经出门了。 我掀起锅盖, 发现锅中只剩下一人份的早餐。 公共起得早, 黎晖也因为要去上班而吃完了早饭, 只剩下我和黎晖还没吃。 这么看, 田翠鹅这是没给我留早饭呢。 我丝毫没有生气, 而是一把姜还在赖床的黎晖踹了起来。 当他看见锅里的早饭时, 脸色也是微微一僵, 小爽, 我出去给你买吧。 行啊, 我要海参粥, 龙虾包, 记得, 只买我自己那份的。 毕竟, 你的田仪可是特意只给你留了早饭, 你不吃怎么对得起它。 黎晖挤出一丝笑容, 苦兮兮道, 小爽, 等回头, 我一定好好和田仪说, 他这样做确实是过分了。 我没理他, 自顾自就去了卫生间洗漱。 黎晖刚出门没一会儿, 田翠鹅就回来了。 他一进门, 就直奔厨房, 掀开锅盖往里面瞧, 见锅里的东西没少, 他才放下心来 哼着小曲从我身边经过。 小灰呀, 多大人了还赖床, 快起来吃饭。 田翠鹅伸长了脖子, 冲着我们的卧室喊道, 见没人鹰, 他干脆直接进了房间, 片刻后才出来。 小灰呢? 没找到人, 田翠鹅像看仇人般看着我, 活像是我把他变没了一样。 他呀, 帮我买早餐去了。 我低头端向着自己的美甲, 连正眼都没瞧过他。 你这么大个人了, 还要老公给你买早餐, 也不害臊。 一听这话, 田翠鹅立刻就不乐意了, 他拔高了嗓门, 吼得我耳朵一阵阵发麻。 我不怒反笑, 道, 我叫我老公去买早餐, 有什么好害骚的, 道是你, 知道的你是保姆,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他妈呢, 你谁呀敢对我指手画脚。 田翠鹅刚要张嘴继续骂, 就听见门锁被拧开的声音。 他眼珠一转, 当即一屁股坐在地上, 开始拿手抹泪, 哎呦我命苦啊, 我就关心下小灰, 你这媳妇就对我恶语相向, 这又怎么了? 黎灰拎着早饭, 脸上写满了无奈。 小灰, 你可得为我做主啊, 我在你家干了这么多年活,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你这媳妇一来就欺负我, 哎呦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黎灰把手里的早饭递给我, 急忙脱了鞋来缠服田翠鹅。 田姨, 有什么话起来再说, 地上凉。 黎灰, 她觉得我不配吃你家饭呢, 我反驳几句, 她就这样了, 你要是个名士里的, 就应该知道怎么做, 不然我现在就搬出去。 我撂下一句话, 直接拎着早饭回了卧室, 看到卧室里的情景后, 我眉头一皱, 只见床上的被子被整个掀开, 这一看就是田翠鹅干的。 可我记得黎灰被我拽起来时, 还特意将掀起的被子放了回去。 也就是说, 在以为黎灰还在床上的情况, 田翠鹅就直接掀了被子, 根本就不在乎黎灰是否穿了衣服。 这样没边界感的举动, 让我心里一阵不舒服, 且不说她只是个保姆, 就算是黎灰的亲妈, 这样做我也是万般不乐意的。 这田翠鹅可真是把黎灰当成亲儿子了。 等我慢悠悠吃完了早饭, 黎灰也哄好了田翠鹅。 看着她脸上的无奈神色, 我不禁觉得有些好笑, 想想她也挺不容易的, 夹在我和田翠鹅中间两边不讨好, 一边是自己的妻子, 一边是自己父亲的救命恩人。 对大多数人来讲, 确实是个需要纠结很久的事。 怎么样了? 需要我搬出去吗? 我冷笑着开口, 看着黎灰主动收拾起空调的餐盒。 小爽,你别这样, 我已经劝过田姨了, 她肯定会改的。 黎灰抬头, 脸上的无奈之色又加深了几分。 但愿她能听得尽你的话。 黎灰叹了口气, 主动过来为我揉捏着肩膀, 你就放心吧, 田姨不是那么不明事理的人。 我垂下眸子, 想起了昨天晚上黎影吐槽的那些事, 对黎灰的这句话不置可否。 黎灰低头在我脸上亲了一口, 又搂住我的肩。 好了, 你别生气了, 中午想吃什么, 我给你做。 她的婚假还有一天, 我们早就说好了这几天, 她好好陪我, 等休了年假, 就陪我去度蜜月。 我要马字了, 你别闹。 我推开她, 翻找出我的电脑。 最近新书刚刚上架, 好不容易和编辑请了几天假, 估摸着这惠子那点存稿, 已经无法满足读者了, 要是还不补上更新, 编辑怕是又要来和我哭诉了。 黎灰知道我马字时不喜欢被打扰, 所以自觉闭上了嘴巴, 坐在床上安静注视着我。 可没过一会儿, 客厅中就响起了田翠鹅干活时, 听听胖胖的声音。 一会儿是她干活时哼的小曲, 一会儿是她大力挪动椅子的声音。 见我敲键盘的手慢了下来, 黎灰立刻明白, 她出了房间, 并轻轻关上了门。 也不知道黎灰说了什么, 田翠鹅这次居然很快就消停了下来。 午饭时, 田翠鹅也只是老老实实吃饭, 一句话都没说。 只有晚上黎灰下班回家时, 田翠鹅才习惯性地阴阳几句。 临睡前, 我接到了妈妈的消息。 黎灰, 我戳了戳她, 我家的拆迁款到了。 我嘴角上扬, 语气中的欣喜再也掩饰不住。 黎灰脸上也泛起喜色, 她翻身拥住我, 那真是太好了, 这以后你可就有福了。 你怎么不说你也有福了呢? 我笑着捅了她一下, 这钱是你家的, 又不是我的。 说笑间, 我和她来了兴致, 可刚准备蒙上被子, 门外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坏了, 可能是我爸不小心摔倒了。 黎灰脸色一变, 急忙下床去查看情况。 公公早些年因为煤气中毒, 虽然送医及时保住了性命, 但还是留下了后遗症, 半边身子有点不利索。 想到这, 我也下了床, 想着要是出点什么事就糟了。 可我出了房间一看, 才发现摔倒的是甜脆蛾。 我一下子就没了帮忙的心情, 立刻就要转身回屋。 小爽, 你先睡吧, 我去帮甜仪找点膏药。 黎灰扶着满脸痛苦的甜脆蛾, 脸色不太好看。 回床上后我很快就睡着了, 连黎灰什么时候回来的都不知道。 只是迷迷糊糊间, 我闻到了一股奇怪的味道。 不是高药味, 更像是石南花味道。 我只当自己是睡迷糊了, 没有多想。 第二天起床时一切如常, 黎灰说甜脆蛾摔伤了腰部, 这几天怕是不能干活了。 那谁来干活? 黎灰和黎颖要上班, 公公腿脚不好, 这干活的任务自然就要落到我身上了。 见我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 甜脆蛾立刻扶着腰 唉呦唉呦地站了起来。 没事, 还是我干吧。 我看人爽, 好像不太喜欢干活, 虽然我这腰不太行, 但干点活还是可以的。 甜仪, 你还是歇着吧, 好好养养腰, 干活的是有小爽呢。 说着, 黎灰将目光转向我, 笑道, 小爽, 我知道你平时不怎么干活, 但现在情况特殊, 你能不能先干几天活? 放心, 等下班回来我一定帮你做家务。 行啊, 似乎是没想到我会爽快答应, 黎灰愣了一瞬才回应道, 太好了, 这几天就辛苦你了。 甜脆蛾揉着腰, 对我抛来了一个挑衅的目光。 等黎灰和黎颖都出门后, 我不想看见甜脆蛾那得意的嘴脸, 就回了房间准备马字。 人爽, 赶紧出来干活。 一个女人, 每天还要老公伺候, 可真让人开眼界。 可没一会儿, 甜脆蛾的大嗓门就在客厅响了起来。 她一边骂骂咧咧, 一边故意制造出噪音。 见我没动静, 她又把头探进卧室, 唾沫星子横飞地朝我大声嚷嚷。 一天到晚, 就知道玩电脑, 既不干活也不找班上, 真不知道你有什么脸面活着。 我依旧没有反应, 手指在键盘上敲得飞快。 你聋了吗? 我跟你说话, 她还想继续说什么, 却被我摘耳机的动作噎住。 我摘掉降噪耳机, 眼神纯真, 你刚才说什么呢? 我没听见, 家务你不用操心。 我合上电脑, 听见了敲门的声音。 我请的终点宫已经来了。 甜脆蛾张了张嘴, 看我重新戴上耳机, 只能瞪了我一眼, 兴兴回了自己的房间。 想给我使绊子, 她还不配。 送走了终点阿姨后, 我看着焕然一新的屋子, 几乎不敢想象 甜脆蛾平时干活 到底是有多敷衍。 临近中午时, 甜脆蛾收拾好了情绪, 又开始出来晃荡。 我饿了, 你赶紧去做饭。 她装模作样扶着腰, 一脸的得意。 做饭? 我斜了她一眼, 我点的外卖马上到。 甜脆蛾一听我点了外卖, 眼睛瞪得老大, 抬手指着我道, 你个败家娘们, 点什么外卖? 你以为挣钱容易啊? 有点外卖的钱, 够做多少顿饭了? 我静静等她说完, 才笑道, 甜姨, 虽然我花的是黎辉的钱, 但也和你没什么关系吧? 这么爱管闲事的话, 您不如回农村和村头的老太太唠嗑, 村里鸡毛蒜皮的小事可都等着你去断案呢。 她还要说什么, 却见我又一次戴上了耳机, 只好闭嘴。 外卖到了后, 甜脆蛾虽然嘴上依旧嫌弃, 但吃得却比谁都香。 本以为黎辉下班回来后, 甜脆蛾会向她告状, 可我没想到她居然什么都没说, 只是老老实实在房间里休息。 小爽, 你今天用亲情卡了? 嗯, 我用你的钱请了终点工, 点了外卖, 你也知道, 我不擅长做家务, 万一把你家东西弄坏了就不好了。 黎辉笑了笑, 没再说话。 半夜, 我迷迷糊糊醒来, 发现黎辉不在身边。 我眨了眨眼, 稍微清醒了些。 黎辉她没有企业的习惯啊。 我下了床, 朝着卫生间走去, 就在路过甜脆蛾房间时, 我听见里面隐隐有动静传出。 你要没事吧, 真是辛苦你了, 我就是见不得她缠着你。 尽管那声音压得极低, 我还是能听出这是黎辉和甜脆蛾的声音。 大半夜的, 他们在一间屋子里鬼鬼祟祟的干嘛。 我悄悄靠近了甜脆蛾的房间, 发现房门没完全关上, 敞开了一条缝隙。 顺着缝隙向里看, 我看见甜脆蛾在地上, 脸朝着黎辉, 脑袋似乎还在微微晃动。 这样的姿势让我联想到了一种可能, 我心里一惊, 觉得有些反胃。 或许是我看错了呢? 毕竟现在是半夜, 光线太暗, 我安慰着自己, 可心中还是十分不安。 悄然从门口离开, 我故意加重了脚步声, 朝着卫生间而去。 我听见甜脆蛾的房间里一阵响动, 似乎是衣料的摩擦声。 片刻后, 黎辉的脚步声响起, 匆匆回了卧室。 回去时, 黎辉已经躺下了。 我压下心中的不安, 装作随意地问道, 我刚才起来没看见你, 你干嘛去了? 黎辉发了个身, 将后背朝向我, 没什么, 就是突然腿疼, 去甜仪那找药了。 腿疼? 什么腿疼需要甜脆蛾, 用那种姿势跪在你面前, 难道是在上药不成? 我默默闭上了眼睛, 只觉得心凉了半截, 她身上几乎没有药味。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睡着的, 早上醒来时, 黎辉已经去上班了。 小辉她公司有急事, 一个女人, 连自己老公的行程都不知道, 真好笑。 去问甜脆蛾, 只得到了这样的回答, 她的语气果然很奇怪。 之前我就觉得甜脆蛾对黎辉 是不是太好了些, 可也只是以为她是把黎辉 当作亲生儿子看待。 可结合昨天晚上看到的画面, 不禁让我怀疑起她们之间的关系。 甜脆蛾对我的态度, 不像是恶婆婆对儿媳, 更像是情敌。 黎辉和甜脆蛾藏的比我想象中还要深, 我暗中观察了一个星期, 也没察觉到什么异样。 这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想多了。 然而, 黎颖给我发来的消息, 证实了我的猜测没错。 嫂子, 我哥和甜脆蛾好像不对劲。 那天我领导有事, 我们临时放假, 甜脆蛾以为我不在家, 我看见她和我哥抱在一块了。 不是那种母子的抱, 是那种特别暧昧的。 似乎是怕我不信, 她又强调了好几遍。 我装出震惊的样子, 反复和黎颖确认了几次。 这样的事当然不能在家里说, 所以我约黎颖去了KTV。 KTV人多混杂且噪音很大, 适合谈这种事。 包厢中昏暗的灯光, 遮盖住了我苍白的脸色。 黎颖握着我的手, 无声安慰着。 我当时又拍下来, 黎颖咬着下唇, 表情说不出是失望还是愤恨。 我真没想到, 我哥她居然, 居然是这种人。 木火从心中蔓延开来, 我死死咬住唇, 才没让自己当场爆发出来。 我去找他们算账。 我刚想走, 手臂却被黎颖拉住。 嫂子, 嫂子, 你别急。 咱们现在证据不足, 就算撕破脸, 他们也不会受到多大惩罚。 而且, 他们后续肯定还会有别的动作, 咱们现在撕破脸可太吃亏了。 在黎颖的劝说下, 我逐渐冷静下来。 黎颖不是你哥吗? 你为什么不帮他? 要来帮我? 之前我就能看出来, 黎辉和黎颖的关系其实不太好, 可我没想到, 在这样的大事上, 黎颖居然还愿意帮我。 黎颖叹了口气, 悠悠道, 甜脆娥重男轻女, 一直不喜欢我。 我哥虽然表面上对我还行, 但他骨子里其实和甜脆娥是一样的, 要是他俩真搞在一起了, 我最后肯定没有好下场。 说着, 他挽住我的手臂, 还不如现在和你一起, 把他们搞垮, 免得以后我还要受他们的气。 我摸了摸他的头, 没有说话。 一个计划在我心里悄然生成。 黎辉知道我的脾气, 如果他和甜脆娥暴露我一定忍不住, 所以他现在自信满满, 形势也越发胆大起来。 我半夜醒来时, 经常看不见他的身影。 为了不让黎辉起疑, 我只好让黎莹买了微型摄像头装在我的电脑上。 黎辉问起时, 我只说是工作需要。 他在我面前一向伪装得很好, 从不过问我的工作, 所以并没有起疑。 黎辉, 我和小莹打算带着爸去医院检查身体, 然后去做足疗。 你要一起吗? 你这几天不是正好放假。 安好摄像头后, 我特意挑了黎辉放假的日子, 在饭桌上说起这事。 黎辉脸上闪过一丝喜色, 随即恢复正常。 我就不去了, 好不容易放假, 我只想在家躺着。 他摆着手, 表面看不出异常。 我和对面的黎颖对视了一眼, 皆在对方眼中看到了果然如此的神情。 我原本就感觉他们之间有点太过亲密了, 可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样。 出门后, 公公叹了口气。 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 即便已经和黎辉结婚, 我和公公也没有多少交流。 直到黎颖和公公说了黎辉和甜翠鹅之间的事, 我才和他多说了几句话。 公公一步一瘸地走着, 脸上带着复杂的情绪, 自从他们妈妈因为生小颖时, 难产去世后, 黎辉一直对我和小颖不太亲近, 现在我活着还好, 要是哪天我走了, 我的小颖被他们欺负了该怎么办? 说着说着, 公公微微仰头, 眼中可见点点晶莹。 爸, 黎颖的声音有些哽咽。 好了, 不说这些了, 咱们还是看看他们会有什么动作吧。 公公擦了擦眼睛, 我打开了摄像头, 客厅中的画面跳了出来。 今天出门前, 我特意将摄像头挪到了客厅中的隐蔽之处。 画面中, 黎辉和甜脆鹅挨得极劲, 几乎是差一点就要亲, 已经亲上了。 我们三人对着这相当辣眼睛的画面齐齐皱眉, 本想着吃大餐的胃口生生被这样的情景消磨到近乎没有。 小辉啊, 这办法我可都帮你想了, 到时候只要能敲定了他出轨, 那咱们就能把他家的拆迁款拿到手。 甜脆鹅吃着草莓, 一脸不悦, 我跟你说, 你要是再和那个女人睡在一张床上, 我可忍不了几天。 我说呢, 黎辉既然心有所属, 为什么还要苦心追求我, 原来是早就知道我家的房子拆迁, 他们是惦记着我家的那笔钱。 包厢中, 我们三人沉默下来, 只见黎辉江甜脆鹅搂在怀中, 揉声说道, 到时候就让你的那个侄子把刃爽强了, 然后我站出来说他出轨。 这样的话, 不仅他们家的钱都是我们的, 你侄子还能娶个漂亮媳妇, 亦是二鸟。 甜脆鹅和黎辉脸贴着脸, 等到时候你爸死了, 咱们就把黎颖那个臭丫头找个人嫁了换彩礼。 好, 黎辉沉声道, 他该死, 要不是他, 我妈怎么会死, 能给我们换点彩礼, 是他应该做的。 公公脸色沉了下来, 他嘴唇动了动, 好半天才发出声音。 我真没想到他这么恶毒, 这是, 是我们家对不住你, 咱们报警吧。 事已至此, 我反而冷静了下来。 他们现在只是计划, 还没有实施, 现在报警也不能拿他们怎么样。 咱们先收集证据, 之后再想办法。 我们回家时, 家里不见丝毫异常。 田翠娥正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见我们回来, 脸上也没什么好脸色。 回来了, 爸的检查结果怎么样? 黎辉从我手中接过水果, 笑着问道, 面对他虚伪的嘴脸, 我垂下眼皮, 没去和他对视。 挺好的, 除了一些老年人常见的小毛病, 其他一切正常。 那就好。 黎辉主动去厨房洗好了水果。 就在黎颖想要去拿时, 他突然伸手, 抢过了那颗草莓 递到了甜脆鹅手中。 黎颖瞪了黎辉一眼, 干脆把整盘草莓端到手中, 拉着我就去了他的房间。 他当着我爸的面 就这么明目张胆, 那以后会什么样, 我根本就不敢想。 他垂着头, 泄愤般往嘴里塞着草莓。 我摸了摸黎颖的头, 我们要不要去学防身术? 这样, 以后就算有谁欺负你, 也能有反击的能力。 黎颖的眼睛亮了亮。 第二天, 我就告诉黎辉, 我和黎颖抱了瑜伽班, 要每天去上课。 黎辉倒是没说什么, 只有甜脆鹅翻着白眼, 满是不赞同。 哎哟, 上什么瑜伽课? 有这钱, 还不如给小辉买几身新衣服, 你们这些小女生 一天天就知道败家。 或许是觉得这几天 我稍微好说话了些, 她就自以为能拿捏住我, 说话也愈发难听。 你说的有道理, 黎辉, 田姨一个月工资多少? 黎辉愣了愣, 不知道我为什么会问这个八千九。 八千九, 这只是个不算特别发达的小城, 我朋友家的保姆, 一个月六千, 就算是不错的价格了, 甜脆鹅每天在家偷懒耍华, 还好意思要八千九。 我觉得田姨的工资 是不是太高了点, 我朋友家的保姆 一个月只要四千, 而且人家特别勤快。 田姨不是说要省钱吗? 要不咱们把她的工资降点吧, 就降到五千, 怎么样? 这个价最合适了。 甜脆鹅瞪着我, 一脸的不可置信, 你个小贱蹄子, 这个家还轮不到你来做主, 想想我的工资你还不配。 小爽,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田姨对我们家有恩, 我们不能恩将仇报啊。 黎辉脸上写满了不赞同, 我冷下脸, 一把甩开了她的手, 她只是个保姆, 我不配在这个家做主, 难道她就能对着家里的事 指手画脚? 没听过谁家保姆 把自己当成主子, 对雇主家的是遗址气势的。 我本以为自己话 已经说到这种地步了, 黎辉会帮着甜脆鹅一起打我, 没想到她还是拦住了 想要冲上来 伤我巴掌的甜脆鹅。 我痴笑一声, 拍了拍有些褶皱的袖口, 我话今天就放在这了。 你甜脆鹅只是个外人, 就算是我养的王八都比你有资格管这个家的事。 在她愤怒的吼叫声中, 我提着包出了门。 我是故意这么做的, 为的就是激怒他们, 让他们提前对我下手。 不然时间一长, 我怕自己忍不住先把黎辉烟了。 嫂子, 这样会不会有事啊? 楼下, 黎颖有些担心。 甜脆鹅的嗓门极大, 估计整栋楼都听见了。 没事。 我笑了笑, 牵起她的手, 走吧, 我已经约好教练了。 由于我和黎颖是初学者, 教练建议我们先从基础练起。 教练, 有没有那种专门针对男性弱点的招式, 一招就能让她废掉的那种。 教练一听, 立刻撕了一声, 我说, 你这也太狠了点, 到时候再给你判个防卫过当怎么办? 我不在乎, 比起被判防卫过当, 我更不愿意被人侵犯。 教练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点了点头, 好吧, 这招就算是你们这种心事, 也能施展, 保证有效, 但是你渴得优着点。 这确实是个非常实用的招式, 尤其对男性十分有效。 我和黎颖不过练了一个星期, 便已经能将假人跨间的泡沫击碎。 这期间, 公共为了收集到更多证据, 特意增加了在楼下透气的时间。 黎辉和田翠娥单独相处时说的话, 做的事都被摄像头拍了下来。 小爽, 田一的侄子今天要过来给他送点东西, 到时候你先别出门, 帮着开下门。 来了, 我不动声色地点点头, 见我没起疑, 黎辉这才放心下来, 他又叮嘱了几句, 便出门上班去了。 我回到卧室, 掀开了桌子上的文件夹, 果然看见了黎辉说今天开会要用的资料。 这样, 他才会突然回家, 然后撞破我和田翠娥侄子的奸情。 至于公共, 他昨天就被黎辉哄着去泡温泉, 要今天下午才能回来。 田翠娥则说自己身体不舒服, 早早就去了医院排队, 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坐在沙发上, 静静凝视着爬到电视柜前身薄张望的小龟。 外面传来了一串略显急切的脚步声, 随即门就被敲响了。 打开门, 一张略显猥琐的脸出现我面前。 你好, 我是田翠娥的侄子, 我是来给我姑送东西的。 他笑着举起手里的袋子, 目光在我身上扫过, 带着令我恶心的凝视意味。 进来坐一会儿吧。 我接过袋子随手放下, 男人脱了鞋, 一股脚臭味逐渐弥漫开来, 让我眉头皱起。 我被过身, 假装是要去倒水。 就在我转过身的瞬间, 我感觉到对方直接朝着我扑了过来。 我被他按住时, 烟臭味迎面而来, 熏得我机遇作呕。 你可真漂亮, 快点让老子好好亲亲。 一边说着, 他一边就腐低了身体, 想来强吻我。 就是现在。 我眼神一力, 正开了他的颈骨, 同时一个用力, 让他失去平衡跌倒在地。 随即, 我抬起膝盖, 对着他最脆弱的部位狠狠倒下。 瞬间, 屋里响起了男人杀猪般的嚎叫。 你们在干, 就在这时, 黎辉用钥匙开了门, 房内的景象呈现在他眼前, 让他准备好的台词被卡在了口中。 这是怎么回事? 他满脸震惊, 看着捂着裆部哀嚎的男人,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冷笑一声, 将桌上的资料递给黎辉。 他想侵犯我, 被我一下击中了要害, 自作自受罢了。 黎辉脸色一白, 看着那份明明已经被他藏好的资料, 久久没法言语。 你好, 我们接到报案, 请问嫌疑人在哪? 警察的声音唤醒了黎辉的思绪, 他仓皇后退, 嘴唇有些哆嗦。 地上躺着的那个和站着的这个, 嗯, 还有一个在医院排队呢。 小爽, 你在说什么? 我什么也没做, 你为什么要报警抓我? 他颤抖着声音, 手中的A4纸几乎被捏破。 黎辉, 人总要为自己做过的事付出代价。 我看着他, 绽放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 当看见我拿出证据时, 黎辉就知道一切都完了。 他颓然地垂下了头, 任由众人各异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 而田翠娥还没搞清楚状况, 依旧在破口大骂, 任爽黎莹你们两个小贱蹄子。 你们是不是给警察送礼了? 冤枉啊, 警察抓良民了? 还有没有王法了? 结果出来了, 他的生殖器已经丧失了基本能力。 这个他指的是田翠娥的侄子。 田翠娥一听到这个消息, 立刻开始嚎啕大哭, 警察同志。 你们看看, 这个女人多恶毒啊! 这是我们老田家唯一的男丁啊! 现在也被这个小贱人废掉了。 他必须负责, 他们得赔一千, 不, 两千万, 至少两千万。 不然我不可不干, 这可是我们家唯一的男丁了。 警察被他的大嗓门吵得受不了, 连着强调了好几次, 才让他安静下来。 一个警察美好气道, 你搞清楚, 是你侄子先要侵犯这位女士的。 这位女士只是正当防卫而已。 可惜, 她是不能和一个老婆妇讲清道理的。 只见田翠娥依旧在大喊大叫, 我不管。 我侄子能看上她是她的荣幸, 她敢反抗就是她的错。 你们这些警察不干人事, 只知道包庇罪犯, 我要去告你们。 尽管田翠娥再如何闹, 她们的罪名也是无法被减轻的。 最终她侄子因为强奸未遂, 被判处三年零五个月的有期徒刑, 离辉作为主谋, 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并且因为她的行为涉嫌民事责任, 她被判决与我离婚, 净身出户, 财产全部归我。 而田翠娥因为是从犯, 只被判处了一年零四个月的有期徒刑。 至此, 事情结束。 不管田翠娥再如何咒骂我和李颖, 我们也听不到了。 我将一部分钱留给了李颖, 自己搬回了家里住。 房生客, 我们依旧在上, 既然男人可以仗着天生的优势地欺负女性, 那女性同样可以用后天的力量去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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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